这是明慧广播电台 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瞻药 大陆综合消息 时事评论 安全感从哪里来 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 首先请听时事新闻 普天同庆世界法轮大法日 人类走过漫长的历史 千万年的轮回 人们寻觅着生命从哪里来 向何处去 1992年的5月13号 尊敬的李洪志师傅 第一次向谜中的人们 揭示了生命的真谛 得法的人们 在欣喜震撼中传颂着 法轮大法是生命回归的渡船 法轮大法从中国长春传出 至今洪传至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上亿人修炼 获得身体的健康和心灵的升华 2021年5月13日 是第22届世界法轮大法日 即法轮大法洪传世界29周年纪念日 也是法轮功创始人 李洪志先生70岁华诞 世界各地各行各业的大法弟子 及明白真相的世人 同庆世界法轮大法日 中国大陆学员与民众的感恩 在法轮大法洪传世界29周年之际 来自中国大陆30个省 直辖市自治区的大法弟子们 谣记深深的感恩 感谢师父的慈悲保护和救度 福建省一位大法弟子在贺词中说 弟子内心都充满对师父的无比感恩和思念 是师父把我脱胎换骨 重塑成一个全新的真我 吉林省松原市一学法小组大法弟子 在贺词中说 在大法中修炼 弟子们得到了健康的身体 纯净的心灵 这是别人看得到的 可大法给予弟子更多的 确实内在的升华 生命的回归 是师尊的保护 才有了弟子们的今天 山西省阳泉市学法组大法弟子说 师尊啊 是您把我们从地狱捞起洗净 拉着我们的手 在跌倒中扶起 走向成熟 弟子们想念师尊 慈悲伟大的师尊 您辛苦了 您为了弟子 为众生巨大的付出与承受 弟子们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对师尊的感恩 我们会继续用法赋予的智慧和正念 处于乱世中不迷惑 坚定正念不放松 唤醒世人把家归 四川成都市一中学教师 学法小组大法弟子 在贺词中说 师父 请接受我们发自心灵深处的无限感恩 请让我们对您说一声 师父 您辛苦了 万古的机缘 蕴含着您浩荡的红温 展现着大法无量的智慧 河北省唐山市 一学法小组大法弟子表示 回首二十年来走过的修炼路 有心性升华时的喜悦 也有过关后爬起的继续前行 每一步都离不开师尊的慈悲保护与点误 感恩师尊 在以后的日子里 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们 要互相配合 形成整体 多学法 学好法 欲试向内找 走好以后的正法修炼路 内蒙古赤峰市一学法小组大法弟子说 弟子们一定不忘初衷 时刻牢记自己的责任与使命 遵从师尊的教诲 按照师尊的要求 努力做好三件事 学好法 同化法 破除后天观念 归正自己 珍惜修炼的万古机缘 珍惜能够跟随师尊 诸师正法的特殊历史机缘 黑龙江大兴安陵老年大法弟子学法小组写道 我们都没有见过师父 在师父华诞来临之际 我们都非常想念师父 只能远隔重阳 摇祝慈悲伟大的师父生日快乐 在这末节最后时期 我们要更加勇猛精进 湖北省武汉大法弟子说 修炼时日不管多长 我们一定要把握好 不被表面现象所迷 以法为师 坚定正念 不受干扰 牢记师尊教诲 走正走好修炼路 不给自己留下遗憾 让师父多一些欣慰 弟子完成使前大愿 随师父回家 29年来 大法修炼者遍布中国大陆各个领域 在工作学习日常生活中 践行着真善忍 直此5月13号来临之际 来自中国五十余行业的大法弟子 摇祝慈悲伟大的师父 华诞快乐 同贺世界法轮大法日 山东朝远金融系统大法弟子说 没有慈悲师尊传大法 就没有人类的继续存在 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我们今天能与伟大的师尊同在 能与亘古未有的宇宙政法同在 是何等的荣幸啊 我们要倍加珍惜这来自不易的珍贵机缘 牢记我们的责任和使命 严格要求自己 不放松不懈怠 努力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 兑现自己的史前大愿 北京石井山教育系统大法弟子说 走在茫茫人海之中 我们是何等的荣耀与光荣 因为我们是大法弟子 慈悲伟大的师尊 把我们从地狱捞起洗净 为我们承受了太多太多的苦痛 佛恩浩荡 感恩的话语化作精进的动力 去掉后天形成的观念 修掉名利情 成为为他的生命 师尊引领弟子走在回家的路上 我们会听师尊的话 做好三件事 兑现史前事约 真修 实修 唯愿师尊孝 跟师尊回家 珍惜走过的修炼路 珍惜同修 珍惜可贵的众生 北京 湖北 江西 江苏 重庆 山东 湖南 云南 广东 上海 甘肃 安徽 辽宁 等18省市的新学园发来贺信 黑龙江加姆斯市新学园写道 光阴匆匆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 我们尝尽了世间的酸甜苦辣 悲欢离合 苦苦地挣扎 苦苦地追寻 我从哪里来 最终要到哪里去 不断地探索 不断地失望 有幸在家人大法弟子的引导下 我们走入了大法中开始修炼 身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进化 奇迹般的变化让我们感到震撼 永远感谢师父的救度之恩 北美学员的庆祝与各界祝贺 2021年5月7号上午11点 印有世界法轮大法日真善忍的旗帜 在加拿大尼亚加拉瀑布市政厅前升起 与加拿大国旗和安省省旗三根并立 市长吉姆迪奥达蒂亲自发海报祝贺 接下来的两周 超过10个加拿大城市举行法轮大法日的升旗仪式 在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 加拿大首都沃泰华部分法轮功学员 5月7日交流了自己得法修炼的心路历程 用亲身的经历见证了正法红传的殊胜伟大 并表达了对师尊的敬意和感恩 同时祝师父七十华诞生日快乐 加拿大各省市的政要纷纷给世界法轮大法日发来祝贺和褒奖 赞扬法轮大法给世界带来的美好和福祉 加拿大国会家中关系委员会副主席 影子内阁人权部长加内特吉尼斯在视频中说 我非常荣幸地与加拿大及其他地区的法轮功学员相识 你们在困境中对真善忍的坚守让我触动 也感动着很多其他的人们 国会议员 国会法轮大法之友联合主席朱迪斯格罗在视频里 向第29个法轮大法日送上祝福 他说 你们的善 你们的真 你们的信仰和道德准则利己利人 我们要继续推崇自由 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彼此尊重和爱护 让我们生活的国度及世界变得更美好 加拿大联邦绿党党领伊丽莎白梅伊在贺信中说 他非常敬重法轮大法所倡导的真善忍原则 他不仅是在欢庆时刻 也在法轮功学员们为捍卫信仰而努力之时 坚定地支持他们和他们站在一起 2021年5月8日 华盛顿DC部分法轮功学员 在美国国家广场庆祝第22届世界法轮大法日 恭祝李洪志师傅七十华诞 美国国会议员及华府周边地区政要颁发褒奖 并致幸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 马里充州联邦众议员戴维特朗为世界法轮大法日颁发国会褒奖证书 感谢法轮大法学员弘扬真善忍价值理念 马里充州弗雷德里克市市长迈克尔·奥康纳 将2021年5月13日定为弗雷德里克市法轮大法日 美国特拉华州州长卡尼及副州长贺龙颁发了褒奖 宣布2021年5月13日为特拉华州法轮大法日 褒奖中说 法轮大法的核心是真善忍原则 它对修炼者在缓解压力和身心健康全面发展上 产生了巨大的正面效果 卡尼州长和贺龙副州长同时提醒人们关注 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遭到的迫害 特拉华州联邦参议员卡珀发出贺信 并衷心希望中国大陆的法轮功修炼者 能够拥有自由的修炼环境 宾州州长汤姆沃夫 在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到来之际 发来贺信表示 我代表宾州所有居民 一起来庆祝与表彰世界法轮大法日 在欢度节日之际 我们应该都想一想 真善忍这一理念 与我们每个人的关系 宾州联邦众议员佩里和道尔 先后给大费城地区法轮大法学会 发出贺信 表达对法轮功学员 坚韧追求信仰自由的敬意 两位议员同时也谴责 中共持续迫害法轮功的罪行 并表示要致力于帮助 终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 佛蒙特州州长菲利普斯科特颁发包奖状 宣布2021年5月13日为佛蒙特州法轮大法日 并在佛蒙特州州政府的官方网站上刊登包奖令 鼓励佛蒙特人共庆法轮大法日 内华达州州长斯蒂夫·西索拉克 2021年4月30日颁发包奖证书 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 明尼苏达州州长发出表彰 表达对法轮大法创始人的敬意 并庆祝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 明尼苏达州第一大城市 明尼阿波利斯市市长 杰考伯福瑞发出贺信 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 马萨诸塞州参众两议院 给新英格兰法轮大法学会发来褒奖状 对世界法轮大法日表达真诚的祝贺 并赞扬法轮功学员面对逆境时的坚韧 以及对真善忍信念的坚持 密歇根州参众两院的议员们 纷纷发来贺信和褒奖 恭祝法轮大法洪传29周年 并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 有的议员还在信中向法轮功创始人 李洪志先生致敬 截至5月6号 密歇根州法轮大法学会 共收到12位州参众议员们的 6份特殊褒奖令和4份贺信 密苏里州参议院众议院 奥法龙市圣彼得市和温兹维尔市长发来褒奖 感谢法轮大法给人类带来的福祉 及法轮功学员对社区的付出 伊利诺伊州瑞博市东圣路易斯市颁发褒奖 宣布5月10号至5月16号为法轮大法州 伊州的7个城市给法轮功颁发了褒奖 并宣布法轮大法州 佛罗里达州梅兰特市、纳布勒斯市和托纳海滩市等 致信法轮大法学会 褒奖法轮大法 宣布2021年5月13日为该市的法轮大法日 并鼓励所有市民遵循李洪志大事的教导 实践真善忍 欧洲学员的庆祝与各界祝贺 5月8号 德国法轮功学员在法兰克福举办了庆祝活动 武龙及妖谷队前来助威 欧洲议员盖拉尔亲自到场发表演讲表示支持 德国国会及黑森州议员也发来贺词祝贺 盖拉尔祝福法轮大法修炼者 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 他说 这就是我今天来这里的目的 我感谢所有能来到这里的人们 我祝法轮大法修炼者一切顺利 希望中国的迫害早日结束 联邦议会社民党议员乌利尼森在贺词中写道 我祝愿大家在真善忍这三种美德的指导下 度过一个充满勇气的世界法轮大法日 黑森州议会副议长卡林穆勒 马蒂娜费德迈尔和米利昂达尔克 代表绿党向法轮功发表了贺词 他们写道 我们诚挚地祝贺513世界法轮大法日 面对中共仍在持续的迫害和施暴 你们仍然和平追寻着真善忍 这令人钦佩 5月9日 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伦敦皇家建筑师协会门前 庆祝即将到来的第二十二届世界法轮大法日 恭贺李洪志师父七十华诞 英国各地政要发来了他们的祝贺 表达他们对法轮功修炼原则真善忍的认同 对法轮功学员反对中共迫害的支持 以及感谢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价值观的奉献 上议院议员雷蒙德·赫维乔里夫 谢尔顿男爵武士在贺词中说 多年来我一直支持法轮功学员从迫害中争取自由的努力 在此向5月13日这个特别的日子致以最良好的祝愿 上议院议员马克特·路斯·埃林·里斯特教授 伯特赛的男爵夫人里斯特在信函中说 真善忍不仅是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原则 而且在政治中也是重要的原则 因此我很高兴向您发送这封支持法轮大法日的简短信函 格林威治皇家自治市副市长议员丹尼斯·海兰德的贺信说 我祝格林威治皇家自治市镇 以及世界各地的所有法轮功学员健康安全和幸福 我希望所有修炼者都享有宗教言论和集会的自由 所有迫害都将停止 瑞士四位政要在接受法轮功学员采访时 表达了他们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生日祝贺 以及对法轮功的支持 前瑞士联邦国会议员 现日内瓦市参议员卢克·巴赫塔萨说 我要向法轮功创始人李先生和所有法轮功修炼者祝愿生日快乐 这也提醒我们价值观和人权非常重要 这就是基于真善忍的价值观 法轮大法之所以真的很好 是因为它基于真善忍的价值 这是崇高的价值观 代表着我们人类的希望 亚太地区学员的庆祝与各界祝贺 5月8日为欢庆第22届世界法轮大法日 和公祝李洪志师傅七十华诞 澳洲昆士兰法轮功学员 迎着灿烂阳光齐聚在市中心的乔治国王广场举行庆典活动 当地正要参加致辞或发贺信祝贺 联邦议员乔治·克里斯滕森特地从北昆士兰前来参与庆祝活动 他感谢法轮功学员为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 同时他希望法轮功学员继续将真善忍的原则发扬下去 因为这是人类的普世价值 对于那些在中国仍在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 克里斯滕森先生说 中共必须对其所犯下的罪行负责 他呼吁澳洲政府制定马格尼茨基人权法案 禁止曾在中国迫害过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者入境 全球共产主义受难者协会澳洲主席 澳洲昆士兰越南社区主席澳洲资深医师布衣 当天和夫人一起参加世界法轮大法日庆典活动 他说 我非常开心能和法轮功学员一起共同庆祝法轮大法的美好 庆祝法轮大法修炼者为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带来的美好 谢谢 5月8号 澳洲墨尔本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亚拉河畔的女王桥广场 举行了一年一度的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庆典 清零现场的各界嘉宾在发言中 对法轮大法和大法弟子为澳洲社会带来的积极贡献 对法轮功学员们在澳洲和全球坚持不懈的讲真相 反迫害的一举都表示非常赞佩 并向世人推荐法轮大法 代表澳洲民主公党在庆典上致辞的弗拉德先生 圣赞法轮大法在世界范围内提升人们身心健康和道德方面做出的贡献 5月7日 新西兰法轮功学员们聚集在汉米尔顿市中心游行集会 怀着感恩的心 庆祝法轮大法洪传29周年 激励洪志先生七十华诞 新西兰罗托鲁瓦地区议员迈克福森来汉表示 请允许我向全世界支持法轮功的人士 表达新西兰人的声音 在这片民主的土地上 法轮功受到尊重并允许他们自由地练功 自由地表达他们的和平信念 那些侵犯个人信仰的政府应该被追究责任 5月8日 新西兰奥克兰法轮功学员们在市中心伊丽莎白广场 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 奥克兰公民自由委员会主席巴里·威尔森到场表示祝贺 威尔森先生自从15年前了解法轮大法后一直非常支持 他说 我认为这是一件很值得做的事情 因为我非常欣赏那些坚守法轮功理念的人的素养 他们的决心和能力 从本质上说 这是积极的影响 并且这样的价值观非常好 真善忍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所保持的最好的人类价值观 因为中共病毒疫情 韩国南部地区法轮功学员无法如往年一样齐聚一处 庆祝法轮大法日 但部分学员在当地政府允许的防疫规范的范围之下 于5月9日上午聚集在柏拉美公园 随着祥和美妙的练功音乐 给诗人展示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 同时感恩大法感恩师尊 台湾民进党立委赵天林 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和国民党立委马文君 都送来对李洪志大师华诞的祝福 赵天林表示 法轮大法在过去的年月里面 不仅在信仰上 也在身心的正向发展上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台南法轮功学员于5月8日举行盛大游行 展现大法美好 庆祝这个伟大的节日 当天艳阳当空 和5月1日在台北排自时一样 又出现了七彩的日运 非常美妙 市议员蔡晓威表示 感谢法轮功学员 把真善忍的理念传递世界 他称赞法轮功学员不畏炎热的天气 很辛苦 是为了将真相传播给大家 值得鼓励 香港多位现任和前任议员或区议员 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表示感谢 同时感佩法轮功学员在困境中依然坚持真善忍精神 对社会做出了贡献 香港屯门区议员卢俊宇表示 首先我预祝李洪志先生生日快乐 身体健康 非常感谢您和众多的法轮功学员 继续在这个乱世里面坚守价值 香港圣公会牧师前立法局议员冯志活表示 不简单 29年虽然遭受中共打压 但是在全世界遍地开花 有很多人修炼法轮功 对于整个世界都有很大的贡献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 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 辽宁沈阳市青年宋雨晨 2019年1月开始修炼法轮功 仅两个月就走出忧郁症 同年3月29日 因为讲真相被绑架构陷 2020年6月16日被非法庭审 近日得知被非法判5年半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法轮功学员 单济宁女士 2020年8月23日 被银川市金凤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 关押构陷 2021年2月25日 被银川市西夏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 勒索罚金2万元 单济宁已向银川市中级法院 提出上诉 单济宁曾两次被非法劳教 两次被非法判刑 累计被非法刑期11年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今年63岁的高级工程师 王梅宏女士 坚持按照真善忍修心向善 曾遭11年冤狱迫害 2020年11月23日 又被哈尔滨市南港区公安分局 哈西派出所警察绑架构陷 2021年3月31日 被哈尔滨市道理区法院非法庭审 近日获悉 王梅宏被哈尔滨市道理区法院 网判4年 天津市北城区法轮功学员 萧树青 4月19日被瑞景派出所绑架 说是案子还没结 准备开庭 晚上9点许 一位尽兴警察口头通知家属 判了3年半 萧树青2020年3月 因讲真相被人恶意举报 曾多次被北城区瑞景派出所绑架 有时被劫持去法院 有时去检察院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 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 4月24日 俄罗斯圣彼得堡市法轮功学员 参加世界太极拳和气功日活动中 介绍和演示法轮功 并给参观者发放真相资料 观众对法轮功表现出浓厚兴趣 他们不仅倾听学员们介绍观看功法演示 很多人还随着音乐笔划练功动作 功法展示台前的空地也变成了交功场地 5月8号 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新西兰北帕市一年一度的健康节 他们的展位整齐醒目 资料丰富 吸引了很多民众前来了解功法 有市民称赞法轮功学员为这里带来美好 5月9日 巴黎出现了少有的艳阳天 法国部分法轮功学员从全国不同的城市赶到巴黎著名的皇家宫殿广场集会 共同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 恭祝师尊生日快乐 因巴黎的疫情原因 学员们没有像往年一样用再歌再舞的方式庆祝这个伟大的日子 他们身着携有法轮大法好的黄色上衣 集体练功 向过往行人展示祥和而宁静的法轮功五套功法 并向世人揭露中共在大陆如何残酷迫害法轮功修炼者 5月8日 意大利部分法轮功学员在米兰举行活动 庆祝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 瑞典部分法轮功学员在首都斯德哥尔摩皇家花园 以展示功法 真相展板 分享修炼体会的形式 与各族裔民众分享修炼法轮大法的美好 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 芬兰法轮功学员在首都赫尔辛基甘比购物中心的广场上 举办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活动 5月8日 美国旧金山法轮功学员在愚人码头旅游景点游行 恭祝师父华诞 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 学员首先在旧金山渡伦大厦集体练功 休士顿法轮功学员 部分奥斯汀学员 在休士顿市中心的知名河门公园练功 向游客展示法轮功的美好 大芝加哥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 来到美丽的密西根湖畔 欢庆世界法轮大法日 恭祝师尊华诞 在疫情的特殊情况下 5月8日 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 用汽车游行的行事 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 120多辆车的车队 在大多伦多地区和密西沙加市绕城行驶 车上飘扬着大法日的旗帜 沿途很多人按喇叭和竖大拇指表示赞赏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 武汉市张红珍被非法官洗脑班 家属控告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张红珍女士 被非法拘留15天后 被劫持到所谓法教班继续非法关押洗脑 家属多方要求放人无果 向区检察院状告相关三人非法拘禁罪 张红珍4月16日 被关东派出所 以在小区发资料为借口 非法抄家并拘留 5月1日到期 家属5月1日去拘留所接人 张红珍却被派出所警察张伟提前劫走 并交给关东街道办 关禁洗脑班 街道办负责此事 为公共安全科的侯科长相关人李昂 经办 家属多次善言要求侯科长放人 至少给出合法的关押手续 并说明如果控告他对他前途不利 侯科长均拒绝放人 并拒接电话 家属打110报警救人 110出警询问后 无奈说他们没有权限 要找上级政府部门反应 家属拨打12345市长热线 也一直在办理 无奈之下 家属只好向区检察院网上提起刑事控告 状告相关三人非法拘禁罪 根据谈话和电话中反应 应该是政法委统一部署 国保指示拘留抓人 街道办非法关押洗脑 黑龙江省监狱管理局操控呼兰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 黑龙江省监狱管理局督导组 2020年末进驻哈尔滨市呼兰监狱 督导呼兰监狱各级人员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转化迫害 从2021年3月初开始 由黑龙江省监狱管理局监狱侦察处长李友 和呼兰监狱邓副狱长主要负责实施 对不穿囚服的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 李友以前在呼兰监狱五间区和十间区当过大队长 邓副狱长主要负责迫害转化 呼兰监狱五间区副教导员李迪 在车间里让监狱400多人站好 单独对不穿囚服不干活的谭凤江迫害 往谭凤江眼睛里喷辣椒水 四五个人给谭凤江强行穿上囚服 把手扣上约束带不让解开 谭凤江又开始绝食反迫害 九天后呼兰监狱监区同意 在黑龙江省监狱管理局督导组离开呼兰监狱后 不再强制穿囚服 法轮功学员李战斌不穿囚服不干活 被送到小号进行迫害 李战斌绝食反迫害 一个多月后不转化 联合督导组决定对法轮功学员李战斌 继续关小号三个月 延长迫害 2021年3月初 在十三间区 一位姓名不详的法轮功学员 因不穿囚服不转化 间区对其喷辣椒水不让睡觉 进行两个多月的残酷迫害 2021年元旦那天 在十三间区 法轮功学员佟恒彪早上出宫到二门时 喊法轮大法好 被关小号15天 2021年5月初 黑龙江省监狱管理局督导组离开呼兰监狱 结束了两个多月的强制转化迫害 陕西社区人员上门骚扰 呼中后一家讲述法轮功功效 2021年5月6日下午4点多 陕西省神木市迎兵路社区工作人员 带领数名派出所和其他一些未知身份的邪党工作人员 到法轮功学员呼中后家 还说这次省里来人了 对呼中后手机拍照 并拿出几张表要求呼中后填写 还让呼中后放弃修炼法轮功 呼中后给他们讲了自己24年前开始修炼法轮功 不到三个月久治不遇的糖尿病 心脏病等多种疾病痊愈 20多年再没有吃过一分钱的药 如今70多岁了 下地干活比年轻时还有力气 呼中后的大儿子正好在场 他是开药店的 他说自己的爸爸确实练功以后身体健康了 呼中后的妻子也说 一个病人医院都治不好的病 被另外一个人救了 他还能说那个人不好吗 在场邪党工作人员也无话可说 并说我们都知道你是好人 要练就在家里练等等 十多分钟后匆匆离开 提醒家人及时去监狱看望被迫害的大法弟子 提醒在监狱被迫害的大法弟子的家属 应及时去监狱看望被迫害的大法弟子 即使不让接见 也要去监狱管理局或监狱相关部门要求接见 特别是被迫害严重的大法弟子 和没有被强制转化的大法弟子 他们在里边的处境是非常艰难的 如果外边的大法弟子和家人及时去看望 他们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一位在辽宁省沈阳女子监狱 刑满出来的大法弟子说 她刚被送往监狱的时候 她的孩子和姐姐去看她 因为她不转化 预警不让见 她的孩子和姐姐就和预警理论 问他们为什么不让见妈妈 并且义正言辞地告诉他们 这种行为是侵犯人权 并用手机把他们的警号照下 存到手机里 把他们的名字记下 也存到手机里 当时就证告他们 如果不接见 回去就把他们的警号和名字给曝光 并说 他们买的往返车票的时间快到了 今天就不接见了 下次来接见 如果看见母亲在里边挨打挨骂的话 他们是绝不会罢休的 当时这两个警察 语气一下子就缓和下来 这位大法弟子的孩子 第二次去见妈妈的时候 一切都很顺利地见到了妈妈 这位大法弟子在里边正念正行 一切监规监计全都不配合 不参加劳动 全盘否定救世力的一切安排 四年冤狱 肉体上没有遭受太大的迫害 严正声明 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 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 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 本周377名大法学员 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 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 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 本周188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 以前所写所说所作 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 相信法轮大法好 支持法轮大法 弥补过错 在看守所我认识了大法弟子 北京来稿 在2000年 还没修炼的我 由于自己的贪欲心强 误入了看守所 这时也正是全国法轮大法弟子们 涌向天安门护法时期 他们很多人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 我正好跟大法弟子同吃同住 初次接触大法弟子 邪恶的人员让我给他们做思想工作 转化他们 不让他们修大法 我跟他们一聊天 他们向我讲了大法的真相 使我惊呆了 原来法轮大法这么好啊 法轮功是让人向善 让人做好人 当时不但没有说服大法弟子 大法弟子反倒感化了我 大法弟子一句一句教我背诵红银 朗诵转法轮 我感到如获至宝 大法才是我一生可望可求的 我终于得到了宇宙的真谛 从此我得到了法轮大法 坚定走上了修炼大法的路 我决定终身修炼大法 更定师父您 您传播的真善忍真理 我永远铭记在心 在看守所的日子里 我亲眼看到恶党之徒 对大法弟子用尽了刑罚 在那大雪纷飞的夜晚 大法弟子只穿一条秋裤 站在雪地中十几个小时 恶人把雪往他们身上堆 电击全身 此外他们对绝食的大法弟子 暴力灌食 有插入气管灌死的 我亲眼见到看守所警察 用电棍电击一个老太太的脸 把脸烫得都是血痂 虽然这样 大法弟子仍然英勇不屈 视死如归 捍卫着大法 无论恶党之徒用怎样的酷刑 他们依然用自己的行动 证明大法是正确的 大法的威力是无穷的 他们戴的手铐脚料 不知不觉地解开了 太神奇了 大法真是威力无边 大法弟子无畏的精神 和善良的言行 深刻打动了我 我用尽自己微薄之力 帮助大法弟子 在他们中间 有很多天没吃饭的 看守所这饭又无法下咽 我怕他们未受不了 就把自己仅有的奶粉和方便面 用热水冲泡给他们吃 那年的冬天 比任何一年都冷 我把自己的被褥 盖在他们身上 我深深地领悟到 是师父安排我在这里为大法弟子服务的 我们和大法弟子在一起谈心学法 让我懂得了法轮大法真善忍就是宇宙永恒的真理 使我们看到了曙光 黎明就在不远方 法轮大法的光辉 充满着整个宇宇宙 是希望自己做一个好人 是希望自己做一个好人更好的人 他从未做过偷、盗、抢 等违法犯罪的事 但几年前 因修炼被中共邪党非法判刑数年劫持入狱 孩子遭受了万般凌辱 多个中共警察一起打骂、搅踹、开飞机、吊铐、撑刑 特别是在监狱里 那些被狱警利用和教唆的贪污犯、杀人犯、吸毒犯 对我的孩子实施了更严重、更长期的肉体和精神折磨 孩子的亲身遭遇 让我真真切切地看清了中共邪党反人类的邪恶本质 所谓对被关押的大法弟子人性化管理 完全是谎言 当用尽各种手段后 我的孩子依然坚定信仰 他们立刻撕下伪善的面具 我们全家原本平静安宁的生活被彻底打破了 煞时陷入痛苦的深渊 高龄的我们彻夜难眠 以泪洗面 只愿孩子能早日闯出魔窟 无数次默默发出心底的呐喊 在中共邪党的社会里 做好人难 但愿孩子在那里能长点心眼 否则会被折磨死的 正当我们绝望无助时 大法弟子伸出热情的双手 在经济上支持我们 不辞千辛万苦 顶着种种压力来安慰我们 他们始终如一地不离不弃 坚持用这种方式救人的大善之举 深深感动着我们 他们不是亲人 胜亲人 法轮大法把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 是李大师及其著作转法轮教导他们 相比之下 那些个邪恶的党徒 被利用着疯狂的迫害修炼人 尽管他们看似强势一时 只不过是垂死挣扎罢了 当正义之剑斩下的那一刻 他们就无退路了 再次核实 并深深的鞠躬 真诚的感谢法轮功学员 认识的 不认识的 本地的 外地的 不知姓名的一群好人们 感谢他们无私无味的正念正行 2021年 法轮大法红传29周年了 在513世界法轮大法日 即李洪志师傅生日来临之际 尚未修炼的我 和全世界大法弟子一样 深深的感恩李大师 我们今后会一如既往的 相信大法 支援大法 特此 恭祝李洪志大师华诞 即法轮大法 红传世界29周年 普天同庆 第22届世界法轮大法日 下面请听 人心与因果 武汉市一大法弟子家属 我知道大法太好了 太正了 湖北来稿 我是大法弟子的家属 我虽然没有走入大法修炼 但是我知道大法太好了 太正了 真是一人练功 全家受益啊 我唯能表达 我为能表达对您的敬意和感激之情的 就是在您的生日或逢年过节 我早早就起床 买来最好最新鲜的水果 敬上三炷香 虔诚的跪拜叩首 感谢您对我们全家的保护 感谢您赐予我一个幸福和睦 父慈子孝 其乐融融的家庭 作为大法弟子家属 在红色恐怖的压力下 我无怨无悔 相信师父 相信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坚定地支持家人修炼大法 支持大法弟子们所做的一切 只要有机会 我也会以我在大法中 亲神授意的事实 帮着宣扬大法好 谢谢您大法师父 您为众生不辞辛苦 我们永远和您在一起 我每天都会诚心敬念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这九字真言 已融入我的生命中 再次深深地向您跪拜叩首 大法师父 您辛苦了 谢谢大法师父 恭祝慈悲伟大的师父生日快乐 武汉市黄皮区大法弟子的家属 跪拜敬上 2021年5月5日 山东昭远市农村一家人 感谢李大师救命之恩 山东来稿 5月13号 这是一个神圣的日子 是李大师传法救众生的日子 在这里 我们全家人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 感恩李大师的救命之恩 忠心地向李大师说一声 谢谢慈悲伟大的大法师父 不久前 我的外孙突然得了重病 白血病 为给孩子治病 很快家里的积蓄全部花光 还欠下了一大笔外债 但孩子的病并没有好转 真像天塌了一样 我们全家人都陷在痛苦中煎熬 正在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 我家有个远房亲戚 是练法轮功的 当他得知我家的事情后 他告诉我们 只有法轮大法师父 能救孩子的命 他让我们诚心敬念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九字真言 我们相信他的话 全家人每天都诚心地念 念了不长时间 奇迹就真的出现了 孩子的病明显大有好转 现在已经出院了 恢复得很快 我们全家人都见证了 大法的神奇和超常 我们告诉人们这件事情 是希望更多的人 能相信法轮大法好 从而得到大法的福责 希望更多的人 能诚心敬念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九字真言 真能遇难成祥 请听时事评论 安全感从哪里来 文章发表一名会网 2021年5月10日 在中国大陆 有许多自诩 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精英 一碰到那些中共画红线的问题 就没有了底气 那么为什么他们回避 不愿或不敢接触 中共规定不让看的内容呢 是因为他们感到那样做不安全 可以理解 因为在中国大陆 中共垄断了几乎一切物质资源 权力资源 包括话与权 灭视一切规则和价值 完全凌驾于法律之上 用权势和暴力 几乎可以对所有人进行生杀与夺 而且中共通过历史上的一次次运动 不断地强化着老百姓对他的恐惧 同时还持续灌输并加强顺者昌 逆者亡的意识 但是回避中共的禁区 服从中共就能安全吗 与中共保持一致 就能获得安全了吗 中共历史中 无数的历史教训和事实证明 拿两知和魔鬼做交易 结果只会很惨 曾经做客于凤凰台的律师张红斌 回忆自己在年少时 正赶上那个疯狂的年代 被中共洗脑 思想上努力和中共保持高度一致 以为自己就会安全 于是不惜出卖自己的妈妈 她把自己的亲生母亲方中谋 当作阶级敌人给告发了 仅仅就是因为母亲在自己家中 为刘少奇辩护了几句 随后 她母亲很快就被逮捕 并被中共处决 若干年后刘少奇频繁 而成年后的张红斌 却长期处在对自己不可原谅的痛苦忏悔之中 中共精确动之人的心理 因而每次运动都是打击一小撮 每次只将一小部分人画在县外 一旦被画在县外 就会被残酷的专政迫害 每次人们唯恐被画在安全线外 不惜切割亲情 出卖良知和友情 以保持和邪党一致 可是这一小撮的成分 是随着中共统治的需要而不断变化的 从所谓地主 资本家到右派 臭老酒 六四学生 再到法轮功学员等等 不断变化着 所以躲得了这茶 躲不了下一茶 就像作家老舍 一开始小心翼翼地紧跟着中共保持一致 可怎么跟也跟不上中共变化的节奏 终于有一天 老舍被恶斗后 不堪忍辱 跳胡自尽 那些体制内积极地追随者 以及盲目地执行者 下场也是如此 当年文革时期的聂元子 谭厚兰等五大红卫兵造反派领袖 积极响应中共党魁毛泽东的号召 因为贴出第一张大字报 砸烂屈服孔庙等疯狂行为 风光一时 他们自认为是在为了中共永当先锋 将来会被中共党魁重用 前途一片大好 可是文革一过 这些人立即被中共打成文革动乱的罪人 以反革命罪被判九年到十七年不等 由此看来 和中共邪党保持一致 实际就是主动或者被动 昧着良心帮邪党干坏事 或者协助邪党干坏事 终究逃不过被清算 无论是被所谓中共党内清算 被法律清算 或者被其他形势的清算 还是五雷轰顶都不得善终 所谓的安全也就无从谈起了 而这些例子只是沧海一粟罢了 中共并非只是一个毫无信义的流氓而已 共产党组织源自于撒旦教和光明会 光明会的创立者是反上帝的神学教授 德国人魏萨普 他起草了核心计划 妄图利用撒旦的力量来推翻人类文明 以及现有的道德秩序 而共产党宣言的核心思想 就源自于这个核心计划 也就是说 共产党信奉的其实是魔鬼撒旦 目的是将整个人类拖入地狱 正因为共产党的本质是个恶魔 所以给人带来的只能是灾难与恐惧 怎么可能凭靠着它而获得安全感呢 前些时候在视频中看到一个西方年轻男子的故事 一天他开车回家 到家后发现车轮上有血迹 就原路返回去查看 结果发现路边一个小女孩躺在血泊中 原来是他的车轮碾压到了血迹 并不是他撞了小女孩 他立即送小女孩到医院急救 由于送至急时 小女孩脱离了危险 但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小女孩的父母以为他是肇事者 极其愤怒 将其痛打一顿 他没有做任何辩解 并支付了所有的医疗费用 还付了一大笔赔偿金 几十天后 小女孩苏醒 交警部门也通过监控录像 找到了真正的肇事者 这才真相大白 记者采访这位年轻男子时 他只说了一句话 我这么做 只是为了心安 是啊 心安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安全 而只有按照自己内心良知的指引去做 才会心安 德国的哲学家康德 曾经说过 人最畏惧的有两样东西 一个是死亡 另一个就是内心的道德准则 我们回顾张红斌的遭遇 年轻人由于心智不成熟 很容易受外界思想的干扰和蛊惑 而中共邪党 一直就死死抓住年轻人的这一弱点 从五四时期 利用青年学生破坏传统文化 到内战时期 利用国民党高官的子女进行渗透 到建政后 利用红卫兵搞文革 到现在 对中小学生进行红色强化洗脑 一直在用反传统的理念 物质欲望 来层层蒙蔽人先天的本性良知 使人的行为 不断偏离对应于良知的道德正轨 从而使生命在无知中 造下不可收拾的罪业 少年时的张红斌 被中共洗脑后 完全背离了本该有的纯净的亲情 家庭的温馨 出卖自己的母亲 导致至亲失去生命 成年后的张红斌 理智清醒 良知复苏 痛悔不已 对早年被灌输的中共狼买 痛恨不已 而在邪党这么多年的毒害中 当然不只是年轻人了 还有许多成年人 都完全偏离了道德正轨 而使生命走向毁灭 如果说 邪党几十年来持续迫害百姓 血债累累 将来需要偿还 这还只是偿还 对普通世人造下的罪业 大家知道 在人世间的罪业 没有比迫害佛法和佛法修炼者更大的了 自从1999年7月开始 中共邪党在迫害以真善忍为原则的法轮大法 及其修炼者的过程中 使出了万般邪恶的招数 比如骇人听闻的活体摘取器官的惊天恶行 造下了如山如天 无边的罪业 而这些欠的是神佛的债 是永永远远都偿还不尽的 中共的追随者 也会被裹挟而卷入无间地狱 永受刑罚 这些迫害信仰真善忍的修炼者的人 能心安吗 如果无法心安 那还奢谈什么安全呢 只有按照良知的指引 回归道德的正轨 才能让一个生命真正的安全 而真善忍是良知的最好指导 各位听众 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 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 由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题目是 在修去怨恨心中 体悟忍中有舍 作者河北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 2021年5月8日 师父在《经济要指无漏》中讲 忍中有舍 能舍是修炼的升华 师父在转法轮中说 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 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 能不能看淡 在实修的磨炼中 我体会到 只是一味的忍 没有舍 那颗心是不能根除的 只有真正做到能舍 那个心没有立足之地了 同时去思去我 已在其中了 这才能真正地提高 才能升华 以前我怨恨心一出来的时候 我就反复被经济要指 境界 善者慈悲心常在 无怨 无恨 以苦为乐 并加大力度发正念清除 不承认他 这不是我 这样一段时间以后 忍一忍就过去了 每次都是这样 觉得还不错 甚至感觉这颗心差不多没有了 但是在过大的心性观时 突然出现刺激心肺的时候 这个心一下子就蹦出来了 就很难守住了 上下翻腾 说吧 是争斗 是不找自己 不说吧 这个愿压不住 人心都出来了 想不通为什么 为什么 但毕竟修了这么多年了 马上会想到 我是修炼人 听师父的 一切听师父的安排 找自己 无条件地找自己 说起来简单 修起来谈何容易 去年夏天 屋里开着空调 老伴在卫生间洗手洗脸 洗什么都开热水管 他那一开水管 气炉就呼呼响 我对他说 你到底是冷啊还是热啊 这屋里开着空调 你穿着背心短裤 用热水洗这洗那 这不是浪费吗 他气呼呼地说 你怎么管这么多呀 有你什么事啊 我就用热水 我愿意 我这心里气得难受 只能不作声了 再说就翻脸了 忍了吧 但是心里这个愿呢 一看他就来气 我憋不住就又说 你洗手开热水管 气炉呼呼响 等热水还没到 你手已经洗完了 也没用上热水啊 这一天你得洗多少次手啊 天天这样 这不白烧燃气吗 这不是糟蹋吗 他急了 不是告诉你不用你管吗 我就是糟还能糟几年啊 一句话把我呛回来了 这样的小事接连不断 我就是一味地忍了 但心里这个愿 不知不觉却积攒起来了 时间一长 突然意识到不对劲了 我这哪是修啊 虽然忍了 这个怨恨心却更重了 我越怨 他就更来劲 我警觉了 静下心来找自己 我是修炼人 他是常人啊 他的表现是给我看的 他说的话是冲我的心来的 自己不悟 还在没完没了的愿 还不理他 这不和常人一样了吗 这个怨恨心为什么这么不好修去呢 修这么多年了 不断地发正念清除 一次次地忍 找自己 好一段时间 以后又出来了 再找自己清除 感觉没了 遇到矛盾又出来了 好像总怕我忘了他似的 这样反复多少次了 为什么就去不掉呢 根儿在哪儿呢 想来想去 大法无所不能 我坚信在大法中 一定能修掉这颗不好的人心 是因为自己学法不深 没修到那个层次 看不到这层的法 怎么办呢 我想 修的是我自己 他咋样是他的事 干脆以后啥也不说他了 他愿意咋样就咋样 他对与不对 我都不去计较了 连想都不想 不看他 不怨他 不恨他 就看我自己 找自己 修自己 从内心放弃 对他的一切怨恨 无论大事小事 我能不能接受 我都不去计较 就不动这个心 包括对其他人的怨 还得学着像罗汉那样 总是乐呵呵的 看一看我这个怨恨心 能不能修掉 就这样 心里按着这个标准 慢慢地实践在 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逐渐地感到 心里轻松了许多 再看他开热水管 没啥感觉了 气如想都感到 是正常的了 我们之间的交流 也有了变化 他说话也不呛人了 家里什么活 我从来不依靠他 他看我脸上有了笑容 他出气也顺了 随和多了 也抢着多干点活了 这时 我惊奇地发现 想不起怨他什么了 这颗顽固的怨恨心 真是感觉不到了 只感到心里轻松 舒畅多了 那天 我翻开精进药纸 无漏这篇经文 师父说 忍中有舍 能舍是修炼的升华 当看到这句话时 这个舍字凸显得那么大 那么显眼 心里一下就明白了 师父今天点给我 是让我体悟这个舍的内涵 这句话是我经常背诵的 但是我以前只注重这个忍 却忽视了舍在这句话中的分量 更谈不上修了 今天师父给我凸显这个舍 是让我结合这段实修去领悟 舍是前提 是根本 只有能做到舍 那个忍才是修炼者之忍 才能真正的升华 提高 哦 这不正是我最近修去怨恨心过程中 苦苦思索无奈中 迫使我放弃一切为思为我的念头 去修自己 找自己 一切就看自己 而走过的路吗 这不就是做到了舍吗 想到这儿 突然感到眼前一亮 好像师父给我打开了一扇窗户 啊 原来玄妙在这里 一下子解开了我这二十多年 一次次磨练中的疑惑 回答了我多少个为什么 此时我心里真是又悲又喜 悲的是自己没认真学好法 理解好法 修得不到位 就看不到法 喜的是 师父看我有信心修掉这颗心 就给我安排了这样修炼的路 最终让我看到了这层法理 此时我才明白 是自己这次真正听师父的话 把眼睛转向自己 真正做到割舍 能舍弃那些为思为我的怨心 是从心里真正修自己了 师父就把更高的法点给我 同时也感到自己的容量在加大 让我又一次体会到修炼中的苦于乐 美妙殊胜 我更加深深体会到 大法弟子修炼中 每一步提高升华 都融入了师父多少心血和保护 无量慈悲啊 自己没修好 心里惭愧啊 修炼26年了 尽管这个收获姗姗来迟 但我还是非常庆幸 在修炼的路上又有了新的突破 感谢师父步步看护 慈悲点悟 并感谢所有给我制造磨难的人 其中也包括我的老伴 写到这儿 又不禁想起师父红银中的一首诗 谁敢舍去常人心 常人只想做神仙 玄妙后面有心酸 修心断育去执着 迷在难中 恨清天 今天重读这首诗 感触很深 有了新的认识 以上是我最近 在修去怨恨心过程中的一些体会 不妥之处 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题目是 变被动为主动 作者 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 2021年5月8号 当下邪恶在陌路上狂奔 在全国搞所谓的清零 我也被骚扰 当时几个人来到我家时 我不在家 他们就打电话 给我丈夫 丈夫就给我发了一个信息 社区的人在找你 下班回到家 他又和我细说了过程 他怕我吃亏 遭罪 叫我签个字 算了 不然 他们要天天来 丈夫为此感到莫大的压力 之后 他就开始抱怨 说他实在受不了了 都二十多年了 每天跟着我提心吊胆 没过过一天安稳日子 并说 我不再配合你了 以前他是很理解和配合我的 我叫他怎么对付邪恶的迫害 他就这么做 让那些邪恶之徒都有点怕他 1999年时 他曾一把抓住当地610投资的一顶 要和他拼命 他也因此赢得了一个好丈夫的美名 现在想来 自己确实有些自私 本该自己过的关 却要一个不修炼的常人 在前面给我挡着 他没修炼 就没有大法的法理指导他 全凭对妻子的爱 尽管一直以来苦苦地坚守着 却有点望不到头的感觉 实际是他的容量已经满了 甚至到了极限 想到这些 我觉得他真的是很了不起 他做了一个政治的中国公民 和一个名真相的法轮功弟子家属 应该做的 我安慰他说 你不用再怕了 他问 你打算怎么办 我说 我明天去找他们 他以为我在说大话 并且还僵了我一句 说 你有那个本事 我没和他理论 他以为我在开玩笑 其实我已经打定主意 要这么做了 上次他们来找我 我就在这么想 以前遇到这事 他总是叫我去别的地方 住一段时间 避避风 我也就顺水推舟地 按照他说的走了 但这次 我不能再这样做了 我想到师父在红银二 狱中说 秋不去 春已到 人不信 全来到 天开口 大地烧 邪恶躲 坏人逃 公永尽 鬼哭嚎 大法图 上九霄 主掌天地 正人道 作为大法图 我应该正人道 我脑海里充满了师父 教给我的法理 越想 正念越强 我是大法弟子 我怕谁啊 只有邪恶怕我的份 让邪恶看看 什么是大法弟子的威德 再说 全宇宙的神都在看着我 我不能让他们小看了我这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 我要给师父争气 让他们佩服 悟到就要做到 做到才是修 当晚发了很长时间的正念 清理恶人背后的邪恶因素 清理另外各个空间 操纵这些恶人的邪恶因素 炸毁 消灭殆尽 到了第二天早上 丈夫临上班时还特意叮嘱我 叫我不要犯傻 自己送上门去 我梳洗完毕 再发正念 准备妥当 就出门了 先去找一个同修 把事情简单地说了一下 请他帮我发正念 他也有些担心地说 你一个人去 我说 是 你在这里帮我发正念 我去灭了邪恶 我独自一个人去了社区 在门口 我稍微放慢脚步 再次发了一会儿正念后 就进去了 我对里面的人说 找谁谁 正好 那人就在现场 他开始以为 是社区的一般居民 找他有什么事 当我说出我的名字时 他似乎显得有些惊慌 有点不知所措 语无伦次 这就是我说的 便被动为主动 出其不意地 打乱邪恶的计谋 我自己当主角 他们到法轮功学员家里 一般都是三五个人 七八个 又是多达十几个人一起来 靠人多 壮胆 但没想到我会自己来找他 从他的神态 完全可以看出 这是出乎他的意料的 他请我到他办公室去谈 坐下来之后 他说 上面叫你签个三书 给你解脱出来以后 就不找你了 我说 社区是服务民众的机构 对吧 他说 是 我说 那外面满大街的广告上说 人民有信仰 民族有希望 国家有力量 不是你们写的吗 你们一边宣扬并鼓励 叫民众要有信仰 一边有前方白计的施压 叫民众脱离信仰 你们在干嘛 他说不出话来 我接着说 宪法36条不是规定 任何国家机关 社会团体和个人 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 或者不信仰宗教 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 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吗 我是在宪法和法律的允许范围内 行使公民的权利 而你却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强迫 歧视我 你们三番五次的到我家去 这不等于是给我贴标签吗 左邻右舍会怎么看我们 他说 是 是 我也不愿意去 我也不知道他们在搞什么鬼 人家练练功 趋病健身 又没招惹谁 接着他给派出所打电话 我听到接电话的人说什么签个字 他打完电话之后对我说 派出所说叫你签字 我说 既然我这是不属于你们管 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明哲保身 是良策 弄不好会搞得身败名裂 你看周永康的官 够大吧 政法沙皇 黑白两道都玩得赚的人 政治局常委却浪荡入狱了 为什么 因为他犯了天大的罪 迫害法轮功学员 法轮功弟子是修行人 有句话说 打僧骂道 必遭恶报 你看周永康 薄熙来那些高官 不就是如此吗 天要惩处他们 人能阻挡得了 我还讲了我们本地 遭报的警察和政法委书记 我说 你让我签名是个两败俱伤的事 既害了我 也害了你自己 日后追查起来 你没有坚持工作原则 也没有法律依据 是不是 所以请你以后不要再到我家去了 不但你不要去了 还要阻止他们去 他们如果非要叫你去 我想你会轻而易举的 就能处理好这件事情 是吧 他说 好 我尽量不去 我这是应用常人的法律 第二次堂堂正正地 破了这个邪阵 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 期间 我们也把社区相关人员的电话号码 发给了明慧网 请海外同修加大力度 给这些人员讲真相 所以这与海外同修的大力配合 是分不开的 而且他们直接打电话 起的作用更大 非常谢谢海外同修的鼎力配合 明慧网上有一篇交流文章 堂堂正正 慈悲面对骚扰人员 也是利用这条法律 闯关成功的 希望大家去看看那篇文章 我觉得内同修做得很好 建议我们国内同修掌握一些必要的常规法律 能帮助破了这个腰阵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题目是 体悟要什么有什么 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9日 我们公司每个人都很忙碌 老板的理念是所有人都不能闲下来 所以干完这个又接着干那个 公司不建办公楼 很少的几个办公室都在车间 很多人挤在里面 环境很嘈杂 结果老板给了我一个单独的办公室 与其他办公室对外用玻璃隔断相比 我这里是实体墙 老板从外面根本看不到我在做什么 他也很少进来 老板还给了我一个清闲的工作 同时告诉我 你平时闲一点 我也不说你什么 同事说 你这里简直是人间先进 工作之余 我就静静地背法 午休时 我就发一个小时的证念 整个公司的讲真相环境 我就一点点地开创 其实 这些都是我跟师傅要的 然后 师傅让老板给我的 我跟师傅要那个房间 最终我得到的就是这个房间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明白了 因为我要这些都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在修好自己的基础上 更好的救人 想起自己刚来时的忙碌艰辛 不仅没办公室 连张办公桌都没有 一个个同修来了 又因为各种原因走了 我也很想走 但是 看着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各有千秋 这是宇宙的造化 这都是师傅要救的 他们迷得那么深 中毒很深 很难讲 我怎么能离开他们 我心里对师傅说 师傅 我不走 我走了 他们怎么办 我要救他们 结果 晚上做了一个梦 我抬头看到一个 如碧玉一般通透漂亮的地球 我指给同修看 哎呀 新地球 这是师傅在鼓励我们 救下来的人都会在这个美丽的地球上 醒来后 我知道是师傅肯定我 也在鼓励加持帮助着我 后来就出现了要什么有什么的情况 这时 我一下子悟到了师傅在转法轮中的讲法 所以 将来他修成的时候 想要什么伸手即来 要什么有什么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在他的世界中 什么都有 以前我是这样简单的理解 我修上去了就有非常美好幸福的生活 要什么有什么 现在我才明白 当我修上去了 心是完全为了别人 所以才会要什么有什么 因为都是为众生要的 写出这个体会来 其实是想跟同修说 真心的为众生得救 就会要什么有什么 我们修到这个层次上了 已经没有那么的阻碍 同时我还想到师傅在经文 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的法 你呀 想修多高 你只要敢 我想真的觉得自己 就是为了救众生 只要你敢想 其实真的什么都会有 目前的一点修炼体会 仅与同修们交流 由于层次所限 不足之处 请慈悲执政 各位听众 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 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